川普的亚洲之行 美国有些政客称川普在亚洲被玩弄 美媒华盛顿邮报 甚至指川普在APAC会议提倡美国优先主义 却遭到孤立 纽约时报则怒批川普正把全球领导权拱手让给中国 川普访中在谈到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时 他说不是中国的责任 是因为上届政府没有把事情做好 让国内的反对党欺诈 据环球网报道 在越南举行的APAC期间 川普与俄总统普丁再次会晤 普丁否认干预美国大选 川普说他相信普丁的真诚 美国中情局前局长布瑞兰 John Rennon指川普可能被普丁操纵玩弄 华盛顿邮报更怒批 亚洲之行接近尾声时 川普为对面电军队镇压罗欣亚人说一个字 在越南也没公开指引 越南镇压政治意义者和独立弃者 甚至与菲律宾总统度特地会谈时 几乎没提到人权问题 一名美国安全分析人士就说 美国的盟友对川普到底要干什么感到焦虑 并指美国软实力以整个崩塌 忠实电子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